掉臂車整輛懸空 至少離地面一公尺 民眾看傻眼 一早聽到巨大聲響 衝出來查看 工地的掉臂車 整輛傾斜倒塌 很大聲 我以為在用那個鐵 鐵的聲音 噢 一聲很大聲 對面就問我 司機有沒有怎樣 我說沒有怎樣 我有看到司機跳下來 從民宅窗戶高處往下看 掉臂已經往地面撞 鷹架也砸毀 疑似掉的建材太重了 掉臂又延伸太長 造成重心不穩 整輛掉臂車歪掉 駕駛跳車逃命 我怕起來了 對 手嘛 手胸 手胸 掉臂車駕駛心有餘悸 受傷還有擦傷的傷口 縮性人沒有大礙 但開掉臂車子裡六年 第一次遇到這種意外 掉臂車卡在空中 不知所措 地板突然塌掉 塌掉那個腳 腳陷下去 車子就翻過去 掉臂車發生公安意外 地點在高雄小港區 監管處也前往勘察 要釐清意外原因 掉臂車作業疑似沒有按照規定 設置防護措施 將開罰9萬元 並且勒令停工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努力耗質疑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 來包某某水 放鬆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飽電 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P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PI444 謝謝